好 再来要看到是男神金城武了 魅力破表 最近才登上伊林外墙 长达23公尺的超大帅气 金城武每个人都可以来拍照 其实不管男神走到哪里 这个地方就会成了观光圣地 像是最新的电影 再度打上航空公司的广告 阳明山 晴天刚上面一整片的芒草 现在成了最新的景点 就算天气不是很好 很多人还是上山 更不用说之前的宜兰文学馆 台东的博朗大道 都因为金城武爆红 成了观光圣地 一段57万小时的时差 手上拿着日记 男神金城武一身复古打扮 在一整片芒草中漫步 这个场景猜得到是哪吗 其实他就在阳明山上的晴天刚 自从金城武在阳明山拍了广告之后 很多人都想要像金城武一样 走在一片芒草当中 虽然说现在天气不好 看起来有点雾芒芒的 但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这里可以看到一整片 白芒芒的芒草相当壮观 壮观的芒草景色 天气好才能看得到 金城武的广告搭上电影 都在这里拍 先前导演还在梦幻湖旁边 一整片芒草丛中 盖起两层楼的日式建筑 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 但还是常常有旅客来这里朝圣 晴天的时候啊 晴天的时候啊 那个阳光照着芒草上很漂亮 很漂亮 对 非常漂亮 男神美力无法挡 走到哪儿 哪里就变成观光顺地 像这支电信广告 金城武化身武林年代作家 出起由头 男人味十足 里头的老式建筑 就是老味道十足的宜兰文学馆 外面下雨的那个片段 就是站在这里的 本司就想跟着金城武的足迹走 跟日式劳建筑 拍照留念 金城武的魅力 不只遍及阳明山跟宜兰 还有知名的台东波浪大道 无论是骑着脚踏车奔驰 在稻田中 还是喝茶的率劲 都引发民众 争相模仿拍照 还因为男神曾经坐在树下 让这棵树有了名字 叫金城武树 男神走到哪儿 哪里就爆红 本次追逐男神跑的风潮 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记者陈志宇 顾掌楼综合报道 好